拜习会重点一览拜登欲尊重台湾选举习近平称无短期侵台计划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5日于旧金山APEC场外进行双边会谈 讨论台海与军事冲突与分泰尼泛运和人工智慧等议题 拜登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习近平则表示中方没有短期内入侵台湾的计划 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官康贝尔转述 拜登在会中提及台湾民主和选举的宝贵 中方需要尊重胜选者并与胜出的人合作 学者卢叶中认为双方各取所需 美方达成恢复军事交流与管控分泰尼的主目标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则借此向国内营造可处理对美关系形象 满足权力维稳需求 拜习会举行的地点外有反习民运人士举行杀猪英雄宴 祭拜暴政死难者 湾区抗议活动也遍地开花 反习人士挥舞台湾国旗 数百人队伍沿街传达诉求 受刑人狱中投票遭博确定法院说 无请求权且有损公益 零性受刑人申请在台北监狱设投票所 一审裁定逃选会应设投票所供其投票 但逃选会提抗告 二审最高行政法院16日废弃原裁定 博回申请确定 即逃选会抗告成功 受刑人申请涉投票所遭博回确定 重选会及各地选委会表示 尊重中局裁定 并判类似诉讼案能尽快确定 以立选物筹备办理 最高行政法院尚未公布裁定理由 法界人士表示 受刑人若不服裁定 可向宪法法庭申请裁判宪法审查 大陆冷气团南下北部建冷台北18日起低温碳13度 中央气象署表示 大陆冷气团南下18与19日最冷 这两天清晨因辐射冷却 台北低温约13度 中部以北与东北部低温约12与13度 其他地区14与15度 沿海空旷地区有机会下碳至10度 高温部分 18日台北约18度 中南部23与24度 气象署预估19白天冷气团减弱 中南部高温回升至26度 台北约23度 由于这波冷空气水气偏少 因此高山降雪机会不高 柯文哲指蓝白和退让 没考虑个人黄国昌退出实力加入民众党 外界认为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在蓝白协商让太多 柯文哲16日说 若再也不整合 就是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赢的选举 超过六成民意将落空 没有考虑个人 而是让老百姓心安 可以做出一些小小退让 柯文哲也说 未来蓝白和若他当副手 会监督侯友宜 侯友宜表示 身为总统一定受全民监督 不管担任什么角色 人民都可以监督你 另外 前立委黄国昌退出时代力量 并表示他支持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提出理念 决定加入民众党 时代力量表示 16日已收到黄国昌的放弃党籍申请书 并由同仁完成退党作业 将于17日举行记者会正式说明 拜登称人质有望 或是以色列占领加萨将是重大错误 联合国安理会首度打破沉默 呼吁在加萨走廊延长人道暂停 此决议由马尔他提出 获得12张赞成票 然而 决议并未谴责哈马斯武装分子 10月7日发动的跨境突袭 导致约1200人丧命 美国与英国和俄罗斯 在表决时投下了弃权票 另一方面 美国总统拜登11月15日说 他认为有些许希望可达成协议 让遭哈马斯扣押在加萨走廊的人质获释 他并表示 已向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 清楚表明 占领加萨将是重大错误 调查说 英国大学收取与共军有关资金最大来源 华为与5亿 美国之音报道 研究显示 过去5年英国多所大学收取大量与共军有关组织的资金 其中英国禁止中国华为参与建设当地通讯网络后 英国大学仍收取华为近1400万英镑 约合5.57亿新台币的资金 大巨蛋测试赛13000人进场接驳车交管资讯一次看 大巨蛋测试赛18日登场 当天将开放13000名观众入场 台北市政府16日公布大巨蛋进场动线与周边交通接驳 呼吁民众搭公车与坐捷运与不开车 台北捷运将于国父纪念馆站开设指挥中心 采取人潮疏导管制与加密列车班 据与世人潮状况启动过站不停等三大措施 公车共计有16线于大巨蛋周边停靠 另有6线免费接驳车 包含松山车站线与台北101 世贸线与松山机场线与捷运 中校复兴线与捷运公馆线与台北车站线 北市高中值113学年齐美班少召一人 北义女成功等三校减一班 台北市教育局表示 因应少子女化趋势及配合推动108克纲 公私立高中值113学年度齐美班减一人 公立学校美班人数由35人掉降至34人 私立学校由48人掉降至47人 北义女中与成功高中与内湖高中 新生班级数个减少一班 主因是学校评估校舍空间与课程需求等因素 希望提供学生更适宜学习环境 古林瑞阳好投与曾俊悦失守 雅冠赛中值不敌日值 亚洲职棒冠军争霸赛16日开打 中值连队首战强碰日值 先发投手古林瑞阳前五局 让对方15上15下 总计投6.2局仅是一分 不过后援投手曾俊悦失守 最后以0比4不敌日值 古林瑞阳对战日本的好表现 也引起日本媒体及日本球迷的关注 日媒称赞他是台湾的刚万 MBA勇士灰狼场中乱斗 葛林索侯戈贝尔遭竞赛无场 MBA荆州勇士前锋 葛林14日在比赛中用手肘勒住 明尼苏打灰狼球星戈贝尔的脖子 遭竞赛无场 这起冲突源于勇士射手 汤普森与灰狼迈丹尼尔斯的推挤 戈贝尔试图劝驾却遭葛林索侯 MBA执行副总裁杜马斯表示 葛林应在场上争吵中火上 交由及缺乏运动精神 且危险的方式对付戈贝尔 遭无心惩罚 汤普森与迈丹尼尔斯和戈贝尔 均被罚款25000美元 开箱老照片台湾第一家 入口网站番薯藤 曾与Yahoo 奇摩级Ptom并列为 台湾三大入口网站的番薯藤 M1998年11月17日 在台北举行全新商业转型 庆祝酒会 番薯藤当时位居台湾入口网站 龙头 炙手可热 无论是网路广告市场 电子商务月营业额 都有极大的潜力 1999年推出小番薯 至今有些7与8年级生的 童年回忆之一 就是在小学时养番薯宝宝 不过 毕经全球网路泡沫的浪潮 番薯藤2006年8月宣布 以219000万元的价格 将入口网站业务卖给 网络数码WebTV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6分钟 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